随着音乐社区普普妈妈们踩着轻快的步伐摆动身体 透过跳舞可以放松身心、释放压力 不但提供上班族及推胸民众良好的健康活动 也让大家生活更有乐趣 之前我的血压有时候会飙很高 现在跳舞的话就会降低 而且头脑会比较灵活 要记舞步 我们的舞步老师教的都比较繁杂 晚上我就想说退休了 来这里学跳舞动动脑也不错 这样脑筋比较不会退化 感觉这里的场地也不错 然后老师教导也很认真 大家都很融洽 为了推广多元舞蹈 提升民众身心灵健康 在前南浦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谢明元的努力本走下 特别成立南浦舞蹈音乐推广协会 利用晚上的时间 用音乐与舞蹈让身心更加快乐 专专专专业的舞蹈老师 曹敬文老师 他来这边帮我们做舞蹈教学 那我们推动这个舞蹈 学会最主要是说 希望我们像有些居民们 他们在上班时间 没办法出来运动 那一天下来很累 那我们用这个舞蹈学 用音乐跟舞蹈 让他们能够抒发 他们的一天的精神压力 让他们得到更快乐 更健康 这是我们成立的一个目的 老师从基本的单人舞动作开始 在舞步间加入变化和转折 增加舞蹈的丰富性和吸引力 希望透过这些逐步的学习过程 导入社交舞的元素 增加舞蹈的丰富性和吸引力 教舞的方式就是 因为在台中我都是以社交舞为主 那这边因为乡下比较纯朴 所以我现在就是以单人舞的方式 然后把它加进去 那个社交舞的元素 带大家慢慢从这个单人舞方面去 学习社交舞 然后这样带动大家 建有舞蹈与音乐的洗礼 不只带动身心灵健康和快乐 也拉近社区民众的距离 不仅如此 协会也不定期地带领学员 到安养机构及社区表演 关怀社区弱势 也提升学院的学习动力 记者洪一轮 草屯镇采访报道